即日起 東協加一正式啟動 中國和東南亞十個國家 形成自由貿易區 九成貨物採取零關稅 學者預估出口到東協的 中國電子產品 將對東協業者造成威脅 而東協國家生產的原物料 在中國市場也會有 相當大的競爭優勢 雙邊貿易加大 未來影響層面極為可觀 中國部分城市房價上漲過快 中國總理溫家寶表示 將做長遠規劃抑制房價 也承認中國為了振興經濟 付出了代價 針對房價過高 中國政府將透過稅率 穩定房價 並打擊非法炒樓 興建中低價位住宅 鼓勵民眾購買 但也有專家批評 將導致房地產供給下滑 反而推升房價 英國公民謝伊克 29號以走私毒品罪名處死 由於謝伊克罹患精神疾病 過去英國方面多次交涉 英國首相布朗 對這樣的結果表示震驚與失望 外相路易斯也出面指責 中國對於基本人權的末世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江瑜則回應 中國司法主權獨立 外國不應該干涉 中國異議人士劉曉波 去年聖誕節 被中國政府 以煽動顛覆國家罪名 重判11年 由劉曉波起草的08憲章 自理行間強調基本人權 卻被指涉 威脅到國家權力基礎 劉曉波究竟踩到 中國政治的哪些紅線 展現經濟崛起自信的中國 人權以及內部異議人士處境 依然讓各國關切以及憂慮 觀眾朋友大家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很感謝新的一年 第一天就來收看我們有話好說 每個禮拜五是有話好說 你不知道的中國這個系列 我們好好來談一下 中國在政治經濟社會上 所發生的一些現況 以及它跟台灣有什麼樣的關係 我是主席林鄧姓聰 第一次五是主席 中國非常知名的民主人士 叫做劉曉波 因為所謂的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 被遭到重刑判了11年 這個判決出來之後 所有的國際都覺得說太誇張了 這真的是所謂的政治判決 為什麼劉曉波究竟是誰 劉曉波只是一個文人 他之前是一個教書的老師 然後他寫了一些文章說 中國應該要落實所謂的民主人權 言論自由 解釋自由 這樣子在台灣 其實視為是非常非常一般的 這樣子一個主張呢 但是特別是因為他主張了 零八憲章而遭到判刑 11年的這樣子一個重判 為什麼中國會對一個 手無寸鐵的文人 用這麼大的一個國家力量 來將他判刑 中共究竟在害怕什麼 零八憲章是不是真正所謂的要顛覆 保護掉整個中共的權力基礎結構 我們今天好好來談一下 劉曉波事件 他究竟整個前因後果脈絡是如何 以及劉曉波說 台灣的民主的這個經驗 將會對中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個啟發跟影響 台灣跟中國有沒有言論自由 有沒有機會結識自由 有沒有基本人權 又有什麼樣的關係 今天好好來談一下 歡迎收看今天有話好說知 你不知道中國 來介紹今天的四位特別來賓 首先我們歡迎是八九民運領袖王丹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們再歡迎是中國的流亡 詩人貝林 各位觀眾好 我們再歡迎是資深的政經評論家 林寶華林老師 各位觀眾你好 中研院法律學研究所的副研究員 廖福特廖老師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們趕快看一下劉曉波 究竟是誰 什麼是零八憲章 為什麼劉曉波寫了零八憲章 以及其他的文章要求中國必須要落實 所謂的民主人權的這個文章之後呢 還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 有所謂的文字域的出現 中共在害怕什麼東西 而這些文章真的能夠撼動到 整個中共的權力結構嗎 我們來看看劉曉波事件 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外 重重警力戒備下 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的劉曉波 十二月二十五號被判處十一年 有期徒刑 此奪公權兩年 對政府判刑十一年這麼重的刑罰 這是政府自己完全顛覆了 他所宣揚的法治社會 和諧社會 劉曉波是在零八年十二月十號 世界人權宣言屆滿六十週年 由他和中國各領域的三百零三名精英 共同聯署草擬零八憲章 呼籲中國實施集會結社 以及民選政府的民主人權改革 在網站推出後 獲得了熱烈迴響 沒多久 聯署的人數將近萬人 中國政府立即封鎖了網站 劉曉波遭到拘捕 直到去年底被宣判重刑 妻子劉霞被禁止出席旁定判決 一度心灰意冷 我們倆都跟律師說 我們不打算上訴 因為這根本不是一個講理的地方 並不表示我們認可這個罪名 不過劉曉波本人堅持將會繼續上訴 捍衛言論自由 劉曉波被判重刑的訊息確定後 西方國際社會普遍譴責 除了美國到場發表聲明外 歐盟也抨擊 中國政府對知名人權捍衛人士判處高途情 是不公平審判 德國外長也表達憂心 對於國際的批評 中國立場強硬 個別國家駐華使館的官員發表所謂的聲明 我們認為這是粗暴干涉 中國司法內政的行為 現年53歲的劉曉波 是天安門事件學運領袖之一 六四之後被關進了監獄 獲釋後依然堅持推動中國人權 根據國際特赦組織記錄 劉曉波也是中國司法近十年來 判處刑期最長的政治犯 不過為了讓大家可以有更好的一個討論基礎 容我用一兩分鐘很快的介紹 誰是劉曉波以及什麼叫做08憲章 劉曉波在1989年 是所謂的六四民運天安門四君子之一 2003年到07年 他是獨立中文筆會第二屆第三屆的會長 換句話說是一個寫文章的一個文人 2008年就是08年的時候 發起所謂的08憲章 91年的時候就因為反革命宣傳山東罪 然後最後的判決是免刑事處分 91年到95年 然後大量的寫作參與中國的民運 96年之後擾亂社會秩序 勞動教養三年 換句話說對中共來講 這個也是一個頭痛分子 然後之後2009年12月25號 也就是上個禮拜五的時候呢 因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11年 當然在國際上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民主人士 90年到96年跟96年的時候呢 美國頒發海爾曼人權獎給劉曉波 2004年到2006年 連續三年得到香港人權新聞獎 在國際上他是一個非常知名的民主人士 在中共的眼中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頭痛的分子 什麼叫08憲章 他在08年的時候跟300多個人一起起草了一個08憲章 為了紀念世界人權宣言60週年 基本理念對台灣的絕大多數的民眾來講 這個真是再當然不過的東西 包括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集會結社 遷徙罷工遊行示威自由 這個在台灣都已經幾乎是百分之百 大家視為理所當然 人權的部分 人權不是國家適於的 是與生俱來的 天賦人權的概念 其實大家早就有了要保障人權 要有平等的概念 不可以有因為地位職業性別經濟狀況 而有所謂的所謂的差別待遇 然後呢每一個人的人格尊嚴自由 都是平等的 法律之前人人都是平等 要有共和的概念 要有民主的概念 要主權在民民選政府 或許是這個民選政府激怒了中共 然後呢要憲政的概念 基本主張修改憲法 分權制衡立法民主 司法獨立公器公用等等 在台灣 其實任何一個程度比較好的一個高中生 對這個都不會有意見 大概也就是大家都能朗朗上口 我先請教王丹 為什麼這樣子一個 劉曉波 只有一支筆 沒有任何武器 他似乎也沒有上街頭 像台灣這樣子到處上街頭 去用所謂的衝撞的方式去抗議 他似乎也沒有團體 他就是一個人拿著一支筆 為什麼會被判決是一年 我覺得 這次重判劉曉波有兩點指標意義 一個就代表說 實際上中國已經開始進入不穩定狀態了 那當局為什麼要重判劉曉波 是因為當局自己心裡也很清楚 社會矛盾的積聚 社會不滿情緒這種蔓延 已經對他形成很大的威脅 所以他就是要殺雞儆猴嘛 他殺雞儆猴就代表著他也認可一個事實 那就是中國即將進入一個高度不穩定的時期 所以他才會用這樣的動作來試圖做一個預先這樣的防範 我覺得這種預警的作用說明了背後 其實我們可以從劉曉波的案中看出其他的東西 就是表面的那種繁榮 其實背後是政府有很大的恐慌心理 因為恐懼才去判劉曉波 所以你認為說為什麼會重判是因為中共內部的政權的一些不穩定 是他自己的不安全感 是他希望藉助打擊劉曉波來警告說其他的人 那麼不要說再去試圖挑戰中共政權 是 貝林大哥就是說劉曉波被抓很久 你有想到他會被判得這麼重嗎 對 我沒有想到會判11年 你會判11年